誰還在那邊選擇 要去擠擠擠擠要不要 魚美人喔 幾歲啦 你是吃防腐劑還是吃好塑膜 喔 替你妻子 還好有你 大頭 我還沒看 你頭也沒有雞小一點 會記你吃兩顆小鹽的 你當作沒有事是不是 不務正業 吃飽就不追叫 還可以做人 叫兩人阿嬤來給你妻子吃看看 比較正經的叫你母 也整天都在燒烘 他還給你 就是在說你 在看電視的這個 你是吃飽太煙沒事做的 導播你有沒有弄這個蜜蜜 後面我沒事喔 我如果電視看出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我賣錢 你就知道是導播喔 模仿我還可以來一個加分題 你也會模仿嘛 沒有 我是沒有像八滴那麼厲害 可是我有最近偷學了一下下 學了一下我們三立 以前有一個八點檔非常火紅 這台灣霹靂火 有一個角色 裡面有一個大家很愛 合作李彥平 公車評 很敢叫 可力捷 可力捷 可力捷的那個角色 你要模仿公車評 因為那個媚人 媚到整個媚一片 媚到人家又會聽得很高興 又會送 很不簡單耶 真的很難耶 真的媚一片 還都會牽絲 媚到人家很高興 是啊 你跟旁邊 怎麼會這樣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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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美人喔 喔 喔 幾歲啊 喔 喔 妳好 還可以保持這麼好 不好意思 不然妳是吃防腐劑還是吃 塑化劑 喔 喔 還有保養 比較旁邊這樣 不要這樣騙妳組嘛 喔 喔 這裡還有妳 大頭 唉唷 唉唷 我還沒看 妳頭也沒多小一點耶 妳是她的頭部也有講到 如果有用喔 會給妳吃兩顆到小鹽的啦 哇 那妳叫什麼 八弟喔 嗯 六個這個 一個個個 對 都像我媽媽祖連餐心的 我跟妳講啦 妳不用在那太強了啦 本財產的時候喔 妳就在死啦 喔 妳當初妳沒事了是不是啊 不務正業 吃飽在賣水餃 浮現水餃 那不可以做人 嚇兩人 我怎麼給妳祖母吃看看啊 啊 尤其尤其尤其還有啦 我常常在看妳的IG喔 常常妳抱妳媽 妳媽這樣整天說 老公好幾天沒有回來 有好想老公 比較正經的 叫妳媽喔 也整天在那裡消紅啦 她還給妳 就是妳說妳 妳看電視的這個 欸 啊妳怎麼每禮拜 六點半都准是在看超級容忍棒 妳是吃飽太鹽沒什麼事做到啦 我跟妳說啦 是說看電視也好啦 多聽我一聽喔 比較不會老人痴呆症 啊 老婆妳看我沒有好嗎 老婆妳不要弄這個米粉 在後面我沒有事喔 我跟妳說喔 我如果電視看出來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我賣錢 妳就知道死的導播喔 啊 妳的工作人員是在笑什麼 我黏著在說整片黏著要死 都沒有人客氣來的 你們現在是怎樣 快點快點啦 過了錢嗎 快點啦 拿桌啦 真的不好意思 有一個說至高奮雄學 要給妳練一下 那個阿毛老師 阿毛老師喔 她說她沒有妳練怪怪 阿毛老師 你們這團的也稍微怎麼搞的 蛤 那如果在營的時候 打敗敗敗敗 喝熱酒的喝熱酒 無瓶人的無瓶人 哪罐的哪罐的 阿各位妳都會 蛤 蛤 你一個人在這裡隔離 很開心喔 你應該是沒有確診啦 或是確診妳用整個 你沒有確診啦 阿弄過是弄真的喔 陳孟賢人去哪裡啦 陳孟賢人 陳孟賢 陳孟賢回來喔 你回來喔 拜託 拜託 尤其那個陳孟賢 奇怪耶 讓我們訪的觀眾都很愛看他耶 那個帥哥那女孩不好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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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是說他唱我不錯聽啦 你摸檸檬看啦 我是念完啦 妳是耍嗎 耍 厲害耶 陳孟賢回 哇 厲害厲害厲害 太敢講了喔 哇 我覺得他可以從 我覺得他可以從早上罵到晚上耶 可以他 如果我們沒有阻止他 他會什麼 我跟這種人結婚我應該 會 烘掉耶 而且還有在想婚姻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被他罵會有種很爽的感覺 對 還好吧 他都有罵到每個人的point 而且他罵的當中又帶有一點祝福 對啊 他叫我吃消炎吃兩顆吧 感覺是 台語版的吐槽大會那樣 厲害 目前在台語版 他敢聲鼓勵一下太優秀了 我買不買筷子 騎來騎去走來走去找不到藥址 整天會通屁股 通屁股的時鐘 我的眼神哪在 哪吐槽的時鐘 請你到沒有一兩千在身邊走 以前就不會結束 請大家繼續健身走 一門喃用一聲鼓鼓一聲鼓一個個小姐姐姐姐姐妹妹 乖乖乖乖聽話都不會領 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身體健康就好煩惱 都不贏 一切都會過去 只要身體健康就會萬事如意 我來就有意義 只要身體健康我來就有意義 雙心也過一日 不如快快樂樂樂也時來過一日 一切都會結束 請大家歡歡喜喜快快樂樂樂 用車好天 小小小小 弟弟妹妹 快快 聽話樂不願意 阿公 阿嬤 爸爸 媽媽 身體健康就好煩惱 都不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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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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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舞台上邀請二位真的是很棒 是我們的榮幸 謝謝老師 加油 謝謝 阿德老師請講評 我覺得那個志偉跟孟賢呢 就是他們的演出有一種特質 就是真的是苦練失練出來的 這絕對不是造腳本 你這樣寫一個歌詞 要把原來這樣一個感覺 然後再把它填上一個 打破人家那種基本已經既定的印象 然後又要跟十四結合在一起 然後要精準的把歌詞背起來 然後又要唱 這個很厲害